中美第十一轮磋商结束后 局势变得很快 中方这边 在会盘后重申原则立场 驳斥美方所谓倒退的指责 首度公开三个核心关切 除此之外 中方最近密集发生 火力十足 比如新闻联播里全网刷屏的那段国际瑞评 比如人民日报署名国际评的文章 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 这里表达的立场十分明确坚定 如果有人继续无视磋商的平等互利原则 心存侥幸觉得局限施压管用 那么中方也没有任何其他选项 只有反制这一条路 美方那边 一方面加征关税的棒子还在挥舞 另一方面 美国各个行业和资本市场 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举措反应异常剧烈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消费技术协会 服装协外业联合会 大豆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 13日发表宣告 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 以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 并敦促美中经贸谈判 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由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 有10%提高到25% 以及中方出台反制措施 美国股市13日出现暴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当天大跌2.38% 创今年1月以来 最大单日跌幅 标普500指数下跌2.4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41% 又想施压 又忌惮国内激烈反对 美方态度颇有些首属两端 自相矛盾 这一边 美方不停对外发声 说是中国的经济不太好 中方十分渴望与美方达成经贸协议 在经历了这么多轮的搓烧和较量后 还说这种谁更渴望达成协议的话题 挺无聊的 那一边 美方谈判团队和新成员之一的财政部长姆努钦 说是美中经贸谈判仍在进行当中 他正考虑何时前往北京继续谈判 据路透社14日报道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 美国财长姆努钦计划 近期前往中国进行经贸谈判 不过 中国商务部16日回应称 中方不掌握美方来华计划 这个回应令人浮想连篇 局面该怎么看 简单说上几句 首先 美方现在重申 继续磋商也好 强调中国经济不好也罢 都还是从提振美国内资本市场信心的角度出发 互试的考虑更多一些 到目前为止 美方一边说要谈 一边又小动作不断 破坏谈判氛围 美国当地时间15日 签署一项紧急状态行政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装置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为禁止美企与中国公司华为的业务往来做准备 看不出美方有什么实质性谈判诚意 反而是极限施压手段还在延伸 其实 谈到这个时候 彼此是个什么态度 底线在哪里 不仅中美心知肚明 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 在第十一轮磋商之前 在美方制造的那种极限施压分为下 中方依然顶住压力屡约复会 去参加这场后门宴 这个举动释放出来的谈判诚意 以不可能更多 但是 中方诚意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恐怕有些人还觉得中国软弱可期 理智的沟通 既然打消不了贪婪 那么只有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讲道理 其次 美方如果无视中国的民意 恐怕不会再得到中方有效回应 美方又说要来磋商 也在炒作大阪G20元首会晤的话题 要我看 如果美国没有新的实质性行动 那么来也白来 谈也白谈 中方在第十一轮搓烧后 首次提出三个主要关切 其实也是在向美国 向世人画出自己的红线 这是底线 是中国政府的立场 更是中国的民意 如果不取消关税 完全按照美方的要求来采购 文字上不考虑平衡 这样的协议即便先属 是想中国的老百姓能答应吗 前期我们谈判团队 没日没夜的工作 是抱住极大诚意去推动磋商的 辛苦了这么久 展现的诚意和善意 却被某些人士做软弱可欺 既然这样 不如把磋商彻底停下来 回归正常的工作轨道 一边反制 一边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 谈判是要有灵活性的 但无原则的妥协 实现不了合作共赢 美国是个好老师 最喜欢用事实教育我们 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越来越多的人也看得更清楚 且夫已立事情 辟邮报心救火 心不尽 火不灭 实际为世家 此外 如果有人觉得中方在虚张声势 那只会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 又一重大误判 当年我们说 谁要是越过三八线 我们一定出兵 有人不信 产生了误判 然后被适时教育 又退回三八线 现在我们说 谁要是拿关税 来要武扬威 我们一定反制 信不信 这就像一台精密仪器 触发条件必然产生后果 说明书都看了 爱信不信 有人说 美国实力比我们强 打贸易战 我们吃亏比美国大 只算经济账 这个说法能成立 但贸易战前面开打 发挥作用的因素 又且只是经济 美方突然翻脸 给美国国内民意带来的冲击 只能用震惊来形容 至于说中国的民意 或者说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更加容易理解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 最近这些年 生意又做得大了些 更多人的想法是希望和气生财 希望有钱大家一起挣 但是 如果谁一定要跟我们过不去 希望我们彻底让不屈服 那么这些温和的中国人 也肯定会用尽全力 把自己变成1776年以来 对方遇见过的最值得尊敬 也是最难缠的对手 既然已经开始打了 不如就让一些人清楚认识到 局限施压的现实成本 会远超异想的收益 往昔回顾 长按关注 您就是环环的衣食父母 觉得不错 就点赞看我